就没有敌人了 没有敌人的就感觉好像在 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练习 那比如说 我希望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请这个什么 请使用者 这个这个去填一个数字 比如说呢 我今天是希望是七的倍数 如果是七的倍数呢 请我请帮我怎么样呢 假设这个地方 请你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是七的倍数的话 七的倍数 比如说一直到这边是四 这个地方 如果呢 十四的话 请帮我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帮我把这里面的 这个 它的颜色 把它改成白色的字 然后呢 请你把它的底色 改为红色 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可是呢 如果以前 你涂法链钢的话变成这样 一个一个要check 其实很花时间 你要这样check 然后一个一个去点 然后再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其实很花时间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一次全部帮我扫过 扫完之后的话 就帮我做完 就是只要是七的倍数 就帮我怎么样呢 底色换成什么呢 红色 字的话呢 换成白色 那该怎么做 当然如果说呢 你这个动作不会写的话 比如说你希望怎么样呢 把这个底色 底色怎么样 变成那个 这个红色 然后字变成白色 这个程式不会写的话 我前面讲过嘛 你可以用什么动作呢 这边你可以 我先放在旁边一下 我先把它这样 录制聚集 聚集把它录下来之后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边先把它停止一下 因为如果你要录制聚集的时候 这个程式不能ROM 那我假设说 我今天要录制聚集 OK 这边的话 录制聚集 然后 大家都说这地方我不改 Marko1 这个Marko1的话就是 把字变成那个 红底白字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7 点一下 然后再切换到常用 白色的底 红 白色的字 红色的底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再把开发留言 这边把它停止录制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录制 Marko1 编辑一下 那里面呢 基本上 你会发现 其实录下来 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 因为它录下来 很多东西呢 其实是不需要的 最重要的呢 就在哪里 这个 第一个就是我要 如果说我要针对呢 某一个 这个 储存格呢 做颜色的设定 我需要 三个动作 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 做一个 SLECT的动作 也就是哪一个 储存格 点 SELECT 因为你有个 SELECT 才会产生一个 SELECTION 那SELECTION 第二个就是说呢 底下呢 如果我要针对 字的颜色 FUNTS 去改变颜色的话 那我必须在 SELECTION 点 FUNTS 这个后面 加上一个颜色 那颜色 它录下来 其实它这边 给一个这个颜色 有时候不是很好 去做设定 所以我建议各位 将来如果说 你要给一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给 给一个RGB的函数 等一下再来讲 给RGB的颜色就可以 另外的话 这个是放着颜色 那再来的话 底色的话呢 是什么 INTRO 这个 这个属性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 那我们也可以用RGB的方式来改 OK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 比如说呢 输入某一个倍数的 所有的这一个 出生格 帮我改成 红色的底 白色的字 那怎么做呢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来